OK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那个圣经工程 所以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能够把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以赛亚书 其实是一个非常写得非常好的一卷书 而且文采非常的丰富 大家可以仔细的再阅读 好OK我们昨天已经讲到就是说有三种 OK我们讲到雅各 雅各有基本上throughout history 纵观历史 就是我们穿过所有的历史的意思 字面上throughout就是穿过 我们中文比较美好的人就讲throughout的history 那就是指纵观历史 我这已经从古到经历史我都看透了 这个叫throughout history 然后呢有三种主要的对这本书 雅各这本书的诠释这种的解释 main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book 为什么要叫interpretation 一般interpretation指的就是口译 来翻译这个东西 那你说我自己看得懂啊 但是呢就是这本书其实挺深奥的 那有些东西呢 有历史上有的研究圣经的人 对这个雅各有三种主要不同的看法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昨天讲了in jewish tradition 在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的历史传统里面 it's being read as an allegory 它是被读成一部预言书 ok 不是你字面上看的 就是只是亲亲我我这爱情书 它把它读成一部预言书 那预言书你读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每一个你读到的东西 它都是有寓意 可能是代表着什么东西 象征着什么东西 我们读的时候就要小心了 so each character assemble ok 所以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代表 一个象征 都是有的 好 我们今天从这里看 so the woman is Israel 所以这个女人 这里面不是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吗 这女人就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 the man is God 那这个男人呢 这个良人就是神 耶和华神 and their love is the symbol of covenant between God and Israel 所以他们之间的爱情 注意了这个爱情是什么呢 symbol又是一个symbol 它是一个象征 象征着什么 神与以色列之间的这种 约 covenant 这个字我们都读烂了 太了解了 covenant就是神与人之间定的那个约 那个就是covenant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这个 是不是 between God and Israel 然后呢 这个约是在哪定的 大家还记得吗 约在哪定的 made 西乃山上 西乃山上 在哪里做的是 at Mount Sinai at是一个戒词表示 就在那个地方 Mount Sinai 在西乃山上 在那个地方 神与人定的约 and the giving of the Torah 好了 定了约以后呢 大家回忆一下 又给了人什么东西呢 给了摩西什么 Tora Tora是什么 T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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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就是Tora 就是他们犹太人讲的 Tora 其实就是怎么样 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 OK 好 所以呢 这个 这是一种读法 就是说 犹太人里面 他们把这个 把这卷书呢 看成是一个预言 每一个都有象征意思的 好 这样读 好 The view flowed into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The view 这个view是什么意思 The view 这种看法 这种看法 That's right Very good 这种看法 就是我们上面讲的 这种看法 男的就是这个谁 男的是神 女的呢 就是以色列人 然后呢 他们的爱情呢 在预表的就是 神与人之间定的约 这样子 那这种看法呢 flowed into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什么叫 flowed into 流淌到 进入到 OK flowed into 它自然就怎么样 流进来 就流入了 基督徒的传统 Yeah 它自然就进入到 这个基督教的 基督徒的这种传统里面 OK 我们自然就接收了它 就是犹太的这种看法 最后就 自然就流到 这个我们基督教的 传统里面去 But the characters were swapped 但是它进入基督教的时候 这些角色 就被调换了 swap swap 什么叫做swap 替换 yeah 就交换了 交换了 所以不是男人是神 女人是以色列人 不一样了 所以就换过来了 那就变成男人是什么 是以色列人 女人呢 那个女人 美女呢 就变成是神了 OK So it's about Christ's love for his people 所以就变成是有关于 基督 基督的爱 OK 为他的子民 OK 的爱 OK for his people the church OK 所以就变成是这样 OK 有没有问题 到这没有问题 And his interpretation was inspired 那这种翻译 这种解释的方法呢 was inspired 是被启发了 被某人启发 谁把这种想法启发出来的呢 就是by paul's words OK 谁是paul啊 你知道这是谁吗 保罗 保罗 保罗的这些语言 他在那个 Ephesians 谁知道Ephesians 是哪本书啊 以弗所书五章 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OK 第五章里面讲到说 that a Christian husband's love for his wife OK 一个基督徒的丈夫 他的爱 对他老婆的爱 就是一种什么 就是一种symbol 这里就是一种象征 象征着Christ's love 就是一种基督 基督的爱 对于教会的爱 所以基督徒的丈夫的爱 对他老婆的爱 其实就是一种象征 象征的就是基督徒 基督的爱 他对教会的这种爱 OK 到这里没有问题吧 好 What's interesting is 主要这主语 整个 What's interesting 整个是一个主语 那这个有意思的部分 是什么 that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OK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面 OK archeological 什么叫做archeological 有没有人知道 老师是不是建筑逻辑 考古学 这个是考古学的形容词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我们考古学的发现 OK 这个一直有地底下挖东西出来 或在哪里又找到了 又怎么样 这个就叫做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在哪里的发现呢 Among Israel's ancient neighbors OK 在这些什么呀 以色列的古老邻居里面 OK 古老的 比如说以色列附近的这些地区 叫 ancient neighbors 还有在哪里找到啊 In Egypt and Babylon 在埃及 在巴比伦 都找到新的考古的发现 那新的考古发现 做什么了 has turned up all kinds of ancient love poetry 结果就找出来很多 OK turn up 这个地方turn up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turn up 就是翻出来嘛 翻出来 你们有点想象力 turn up就是把它翻出来了 翻出来了之后呢 因为到处找找找 考古学一翻出来 就翻出各种 怎么样 all kinds of ancient love poetry 各种古代的情诗 OK all kinds of ancient love poetry OK 这个翻出来 在埃及考古 在以色列考古 附近的邻居地带 OK 它附近的国家也都考古 巴比伦也给它考古一下 考古以后挖出来 翻出来很多古代的 各种的这种情诗 OK that's very similar in language and imaginary OK 基本上这个诗歌体 它所写作的方式 非常相似 OK 非常相似 跟我们的这个什么 similar to 这个similar to 是要这是一个习惯用语 什么跟什么很相似 跟这个son of songs 就是我们的雅歌 这个跟雅歌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在什么地方相似呢 在它的language imaginary imaginary 什么叫imaginary 想象力 无相 OK 就是那个画面 language是它的语言 这个不是imagination 这个是imaginary imaginary是图像 所以呢 这个诗歌体啊 我们就翻出来 很多古代的情诗 那这些情诗 爱情诗歌里面 跟我们的雅歌里面的 这种语言 所使用的语言 描述的方式 语言就是指描述的方式 还有那个图像 那个画面 都很相似 similar similar to 注意similar to 好 那找出来都很相似 那we see that 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 love poetry was a meaningful part of Israel's cultural environment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 他们写情诗 不是随便写的 这些love poetry 这些爱情的诗歌呢 was a meaningful part 是有意义的一个部分 ok 在以色列的cultural environment 稍微静音一下 ok ok 所以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 他的这个文化环境 叫cultural environment 在以色列的文化环境里面 这些情诗是有意义的 不是随便写的 不是就是张三爱里四 随便就写个什么情诗 love poetry 他在他的文化氛围里面 cultural environment 这个文化环境里面 都是有意义的 好 which has led most scholars 这个道理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总是怀才不遇的时候 写采菊东篱下 是不是 我们中国人喜欢写这种东西 ok 中国人喜欢写采菊东篱下 总是仕途不顺啊 皇帝不喜欢他啦 ok 稍微玩一下 ok 所以中国人总是写这种东西 那以色列这个民族就不是 他写的东西是情诗 而这个是呢 而都是学者写的 所以他的文化环境里面 情诗就有相当的一个位置在 ok which has led most scholars 所以就引导most scholars 大部分的学者 scholar是我们的学者 今天大部分的学者 他们这样看待 to view the sound of songs 他们看待雅歌 怎么看他 view as 把他看作是 what it presents itself to be 什么叫 what it presents itself to be 这句话怎么说 这句话怎么说 应该是期待发生 期待什么事情发生吧 就像 就像他呈现在 对对对 把他 什么样又什么呀 他应该怎么样 展现出来吗 对 他要把他 呈现 把他视为 首先你要这个view as 把这个雅歌 视为是 他自己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view the sound of songs 这个雅歌 他本身是怎么呈现 你就是什么样子 好 下面 注意这里有两点 他的意见就写在下面 in arrangement of Israelite love poetry reflecting on the divine gift of love 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安排 以色列人的一种 爱情情诗的 这是一种安排 ok 这个安排是怎么样 反映在 divine gift of love 什么叫 divine gift of love 神圣的礼物 爱情 神圣的恩赐 对不对 是神给的 是不是 这是一种 神圣的恩赐 神圣的礼物 是爱的 等于是一种爱的 一种神圣的礼物 爱的一种恩赐 ok 所以 意表的就是说 以色列人的这种 爱情的诗歌 它其实是一种 就是一种安排 这种安排呢 你要把它反映在 就是爱情的这种 一种神圣的这种恩赐里面 ok 所以 把这个 这样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所以 诗歌本身 它描绘的东西 你不要觉得 它淫晦 会觉得怎么样 它就是一个上天 给我们 ok 耶和华神 给我们的一种 神圣的恩赐 叫divine gift of love 把它看作是这样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这个东西只是 爱情诗歌而已 不意味着这样子 ok 好 下面我们再看 there is a key feature of these poems that stick out when you read them as a p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但是有一个 很关键的feature 什么叫feature 特征 特征 ok 很特别的地方 ok 这个叫关键性的 ok 关键性的特点 ok 这些诗歌啊 这些雅歌里头的 爱情的诗歌 有个特点 that stick out sticks out 什么叫stick out 什么叫stick out stick out就是 什么东西很突出 突然冒起来 突出 ok 比如说 一片这个 衣服里面 有的人那个 进银行的时候 把手插在口袋里面 他的口袋好像 突出一个什么东西 警卫就会怀疑你 你是不是带武器进去 ok 那个叫stick out ok 他有一个特点 这个很突出 when you read them as a p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ok 在你读这个 旧约圣经的时候 他是旧约圣经的 一部分 ok 而他有一个特点 是突出的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们再回到前面 再看一下 我们前面的部分 ok so 我们讲说 从哪里开始 我们今天从这个 so the woman is Israel right 我们昨天讲到 就说 她是当个预言 这个预言呢 女人是以色列 and the man is God 然后呢 这个男人呢 就是神 有一种 这种的看法 and their love is the symbol of covenant 他们的爱情呢 就是约的 这个人与神 之间立约的 这个象征 这个是 between God and Israel 这是在神与 以色列之间立约 他们这个约 是立在 Made at Mount Sinai 在西乃山上 in the giving of the Torah 而这个呢 就是他们给了 给了这个 妥拉经 给人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 爱情的结晶了 这就是他们 爱情的象征 This view 这种的观点 OK flow into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这种观点 也很自然的流入了 后来的基督教的 这个传统里面 但是呢 他进入基督教的时候呢 这个看法 就是这些角色 被调换了 互换了 but the characters were swapped 他就调换了 他就调换了 So it's about Christ's love for his people the church OK 所以这是有关于 他们把它想成 现在的看法 是变成是 基督的爱 基督对他的 百姓 子民 教会的爱 好 This interpretation was inspired 而这一种 诠释的方法呢 was inspired 这是被 怎么样 被引导出来 OK 被启发出来 是被Paul 被保罗启发出来的 保罗的言语呢 是在Ephesians 5 注意在 伊佛所书的第五章里面 他有讲到 他说 That a Christian husband's love for his wife 一个基督徒的丈夫 他对他太太的爱呢 其实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of Christ's love for the church 基督徒丈夫对太太的爱 就是一个 基督对教会的爱 就是同样 这是同样等级的 这是一个象征 What's interesting is 让我们感到很有兴趣的是呢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在过去的百年里面 考古学不断的增进 科技也不断的进步 我们又挖出好多东西来 叫做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这个就是我们考古学的 考古学的发现呢 在什么地方发现考古学呢 Among Israel's ancient neighbors 我们在以色列的这个古代的 他周围的地区 还有呢 Egypt and Babylon OK 所以在埃及啦 巴比伦啦 都挖出东西来了 In has turned up 就翻出来了 OK 翻出什么东西来了 All kinds of ancient love poetry 翻出来很多古代的 这是爱情诗歌 而这些爱情诗歌 几乎在同时间期段 That's very similar to the song of songs 对于这个雅歌呢 是非常相似的 在哪些方面相似呢 In language and imagery OK 在他的语言 还有呢 这个语言就包括 他描述的方式 还有包括他的画面图画 OK 好 We see that that love poetry was meaningful a meaningful part of Israel's cultural environment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 这些情诗 其实是很重要 也就是说很有意义的一部分 什么的一部分呢 就是以色列的文化环境里面 cultural environment 所以在他们的历史上 他们就是有这种情诗 情歌的这种 这种传统的 这是他们文化环境里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也就引导着 大多数今天的学者 他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呢 to view the song of songs as what it presents itself to be 所以今天大部分的学者 是这样看待雅歌的 把这个东西就视为 他自己所展现出来的样子 也就是说他是个情诗 你就把他当个情诗来看 OK好 这个呢 an arrangement 后面有两点 怎么解释呢 an arrangement of Israelite love poetry 这种安排 特别我们把情诗这个部分 放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这种安排就是 安排以色列的这个情诗呢 就反映在 reflecting on 反映在什么 the divine gift of love 反映在我们 这个爱情的这个 伟大的恩赐 神圣的恩赐上面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 divine gift of love 他是一个神圣的礼物的 OK 所以不要把它想得很 很低俗 很肮脏 或很怎么样 其实他是一个 很神圣的礼物的 上帝的恩赐 but what doesn't mean it's only ancient love history ancient love poetry 但是这个不意味着 也就是说这些情诗 就只是古代的情诗吗 他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 there's a key feature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 of these poems OK that stick out when you read them as p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当你在读这些 读雅各 他作为这个旧约的 一个部分 在读他的时候 他有一个特点 是相当突出的 好 我们今天读到这里 stick out 就是突出的 突出的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老师 你说那个角色 是被调换的 swapped 对 你是swapped swa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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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色 怎么被调换了 不是这个良人 代表着是基督吗 女人代表着教会 没有 在以前的时候 你看他以前是说 女人是以色列人 女人是以色列人 以前是这样看 然后上帝呢 就是那个良人 那个男人 对对对 那现在呢 因为后来有了新约 是不是 再来新约以后 他就角色调换 就变成说是 这是基督 对于他的这个 子民教会的爱 那女人是教会 男人是基督 对吧 对 那没有 他不是调换的 你看这里 保罗这段说的 Christian husband's love for his wife is a symbol of Christ's love for the church 所以呢 基本上在这个里面 男人是基督的爱 OK 基督去爱他的教会 基督爱他的子民 对对 所以女人就是 他的子民 他的教会 这是保罗受到启发 所讲出来的 在英国中的主教 他不是调换 哦对 我懂了 我知道了 不是你那个意思 swap有的时候就是 应该就是说 我想他的这个 所谓swap的概念呢 交换过去 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的这个承受 本来是男的 对不对 男的是上帝 女的是这个 以色列人 但现在经过 新约的时代 经过保罗以后 我们有基督以后 这个就换了 就不是这样子了 对 就教会就 不是以色列的 教会就是 就代表以色列了 就是这个 是的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了 好 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问一下 那个feature feature 那个特点 是吗 特征 feature right 在后面 他跟那个 character有什么区别 跟什么 character character OK feature 是一个特点 OK feature 比如说这个人 我们讲一个人的feature 他的脸部有特征 他的眼睛 这就是feature了 他的眼睛特别大 像个牛眼一样 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很少见 他的鼻子特别高 OK 他嘴巴特别大 他皮肤特别黑 这些都是他的特点 就是你很容易认出来的 character 指的是有个性的东西 比较有个性的东西 character 一个形象的 一个抽象的 是吗 什么东西 一个是指形象的 一个是抽象的 就是一个比较具象一点 一个可能是空象的 那种 不见得 因为特点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讲 一本书的特点 一本书的feature right 这本书呢 特点就是告诉我们 怎么学做菜 特别学做中国菜 还特别教我们 怎么用烤箱做中国菜 假设这是他的feature 他的特点 他教你只要用一个电锅 就可以做出五个菜来 这就是feature 但是他不会用character 所以character通常比较 我们常用在 比如说指一个人的 一个个性上 或者是一个 他的品格上面 有可能 比如说我们讲 上帝的character 这个时候讲的是 上帝的品格 而且通常讲的是 character都是指 这个很有个性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 他的个性上 他这个人就是 很小气 这个东西就可以讲 他是一个character 对不对 他穿衣服的时候 就是老是要穿 短裙子 这是他的character 他就要这样做 他老是叼根烟 这是他的character 不是feature feature是意思是说 他有一个非常特点 让别人很容易 认出来的东西 feature特点 好有没有其他问题 那跟finger呢 那finger也是形象 还有shipper finger是手指啊 finger是手指 也是指那个 整个形象吧 finger是手指 finger finger finger是指一个人的身材 特别指一个人的figure 那是一个人的身材 所以不能用中文导过去呢 你下次查字典的时候 你要去查 我觉得你 Dana 你已经可以开始查 阴阴词典 你查了阴阴词典以后 这些字都会给你一些 很详细的解释 就方便你去了解 因为你用中文去看 永远的 这个也是特点 那个也是特点 那个也是特点 你就会搞混 但是当你看阴阴词典的时候 他们就解释的非常清楚了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像老师经验丰富 就能一下就讲 讲明白 也不是 也不是 不是这样 好 OK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个片 先把那个片子先看一下 我想可能 对你们会比较有 有帮助一点 好 来看一下这个片子 这个 我们来把这个 片子上上来 我们先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Israel The Man The Man 我们从五分钟左右这边开始看起 好 这边我们开始看 在这个圣经文中 它们是一个圣经文中 它们是一个圣经文中 是一个圣经文中 是一个圣经文中 utter because it is a symbol of the covenant between God and Israel made at Mount Sinai in the giving of the Torah this view flowed into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but the characters were swapped so it is about Christ's love for his people, the Church and this interpretation was inspired by Paul's words in Ephesians 5 that a Christian husband's love for his wife is a symbol of Christ's love for the Church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mong Israel's ancient neighbors in Egypt and Babylon has turned up all kinds of ancient love poetry that's very similar in language and imagery to the Song of Songs We see that love poetry was a meaningful part of Israel's cultural environment which has led most scholars today to view the Song of Songs as what it presents itself to be an arrangement of Israelite love poetry reflecting on the divine gift of love But,that doesn't mean that it's only ancient love poetry there's a key feature of these poems that sticks out when you read them as a p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at's the overwhelming use of garden imagery there 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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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se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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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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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rpretation。。!!!!。?,。 。。。。。。 。。。 Christian husband's love for his wife is a symbol of Christian's love for the church. 注意,基督是Christ,但是念到基督徒的时候,这个发音变成Christian。 好,一个是Christ,一个是Christian。 Right, Christian, thank you. 好,谢谢, thank you.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我们请这个Joyce来,Joyce。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an archa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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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mong Israel's ancient neighbors and Egypt and Babylon has turned up all kinds of ancient love poetry that is very similar in language and imagery to the song of songs. Very good, imagery. 好,所以在语言方面,还有在它的图画,就是画面方面,也都是非常相似的。 OK,好, thank you. 再来,Olivia来,we see that... OK,we see that love poetry was a meaningful part of Israel's. Cultural. Cultural Cultur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Cul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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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has led most scholars today to view the sun of songs as as what it presents itself to be, an arrangement of Israelite love poetry, reflecting on the divine gift of love. Very good. Present,注意这个动词是Presents. Presents, not it,Presents. Presents,Presents. 他把它自己呈现出来, 就是他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OK,Presents, right,good. 好,谢谢,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是谁, Nelmi,来,Nelmi. But. 谢谢老师。 But,that doesn't mean it's only ancient love poetry. There's a key feature of these poems that stick out when you read them as a p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Very good. Key feature,ha,Key feature. 我们常常讲Key feature,讲一个, Yeah,常常讲一个人的脸上的Key feature, 无关的特点。 他的特点就是鼻子他。 他的特点就是耳朵大, 就像招风耳一样。 他的特点是眼睛两个眼睛的距离很宽。 That's the key feature, 关键的这个特点。 OK,那是一个feature。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有问题。 Nelmi有一个字哦, 这个Ancient,注意是古代的, 不是Asian, 不是我们的亚洲, Ancient。 Ancient, right, Ancient,古代的。 Ancient, right. 好, 老师, 有一个问题。 行, Nelmi先问。 好, 没关系, 姐妹有什么问题? Oh,就是,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这个是最近几百年吧? 不是, in the, 最近的几百年, 100 years.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最近的百年。 你说是几百年。 你说是几百年吗? Hundred, 就几百年吗? 100年。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最近的一百年, 还是几百年? No, 100年,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哦, 最近的一百年。 最近一百年。 哦, 知道了。 所以最近的一百年里面, 这些考古学家, 哇, 突然间发现很多东西啊, OK, 从这些地方, 这里挖, 那里挖, 挖出来很多古代。 所以他们现在承认就是说, 这样讲, 以色列的文化的传统里面, 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候, 他就是有很多这个爱情的诗歌的, OK, 然后呢, 他们比较, 赞成的就是说, 这个让这个诗歌本身就是回到他所呈现的东西里面, 他呈现这个诗歌,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爱情的诗歌, 但是这种安排, 就是对于以色列的情诗的这种安排呢, 也就反映在, 你不要单纯想只是诗歌, 他也反映在爱情这种神圣的恩赐上面, 他还是跟信仰有关系的, Divine gift of love, 它是一个神圣的恩赐, 神圣的礼物, 上帝给的神圣的礼物的, Divine, 但是扯到这个字, Divine这个字, 是人的吗? 不是神的, That's right, 你看到这个Divine这个字, 你就知道, 神来的, 所以才叫Divine, 我们人没有一个人是神圣的, 是吧? 所以Divine gift of love, Divine, 好, 有没有问题, 还有那个inspired的, 是激发的意思, 对吧? 刚才, 对, 它, 我们可以讲激发, 可以讲启发, inspired, 比如说, 我画这个伟大的作品, 哎呀, 这个我是得到一个启发的, 我是, 我是受到, 哎, 我看了蒙娜丽莎以后, 回来自己, 自己画一个, 什么, 娃娃丽莎, OK, 我这个娃娃丽莎, 是受到那个蒙娜丽莎的启发, 才画出来的, 我这也叫丽莎, 但我这是中国丽莎, OK, 这个就是我是inspired, 我做这个菜, 是送到我妈的做的菜的一个启发, 我妈当年做的是一个, 比如说是梅干菜扣肉, 对吧? 它那个肉太肥了, 我现在受到它的启发, 我这改良版的, 这个就可以用inspired, 我受到它的启发, 我这肉少用一点了, 梅干菜多用一点了, 说不定我再切点橘皮下去, 增加它的香气, 或者是我再加两根芹菜下去, 我随便乱讲了, 我再加两根芹菜下去, 这个我是改良版, 但是我是inspired, 你用了这个inspired给人的感觉, 马上搞大伤, 对吧? 嗯, 上高了, 谢谢老师,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这个武当三月一节这个开头这个字, 就是考古了什么, 这个, 这个在哪里, 我看看, 在archeological, 5.31应该是, 这个东西哈, 本身是, archeology, 是考古学, OK, G后面加Y, archeology, 但是呢, 我们现在是形容词, 所以它形容词是, archeological, 中音在L上面, logical,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形容词, 好, 没有问题, 这有些词汇, 什么样, 翻出来, 翻出来, 把这些情词都给翻出来了, 它挖嘛, 考古嘛, 考古必须挖, 对吧, 挖挖挖, 挖了之后, 挖, 翻出来了, 这种各种的, all kinds of ancient love poetry, 挖出很多各式各样, 各种的这种情, 古代的情词, 你这样理解的turned up, 我们这边叫发觉, 考古学上叫发觉出来, 对, 那比较创业一点, 挖掘出来了, 翻, 翻出来了, 我这次翻出来了, 我在中文太烂了, 它是添加了, all kinds of ancient love poetry, that's very similar in language, and yeah, imagery to the son of songs, right, 嗯,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archeological discovery, 考古学发现, 是的, archeological, 这个是这样念 archeological right archeological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刚才那个姊妹说 这个 那个什么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对 他说这个last hundred years 是最近几百年 其实它有一个误区 他是看到怎么 看到后面这个years 看着这个负数 前面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百 所以呢 他就误认为是几百年 你可以这样理解 one year 那就单数 是吧 two 就两年 two years 所以后面叫 three years ten years 是 是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很自然的 就是hundred years hundred years 就指的是 hundred不要误会啊 hundred也是负数 早就负了 超过二就负数了 超过一就负数 对 是 是 所以hundred years 也是负数 所以你无论是 只要超过一 你后面无论是 十百千 是不是 它都是负数 所以后面这个year 叫加S 这样 理论上 一点一 就是负数了 一点一 只要超过 0.1 那如果是最近的几百年 怎么说呀 in the last OK 我们会加上 several hundred years oh yes several hundred years oh right 我们会加这个 several hundred years 那能不能不用 last 用这个recent re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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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ral hundred years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一个公开 就是说我们把 近代大家对于 这个雅歌这部书的 看法 OK 当然大家你们 去你们的教会 牧者可能有不同的 看法 但是基本上 纵观历史里面 所谈论的 不会超出 这几种以外 OK 所以牧者可能有 他们的看法 你们可以跟你们的牧者 多讨论 这样子 对 这个这段里面 还有一个词 就是也是 也是比较难念 但是 这两个意义 刚才老师讲过的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对对 interpretation 就是诠释了 诠释的意思 但是我们 不能讲是翻译了 这个地方 对 但是在这个 专业的场合 这个口译 口译人 口译 这个词 口译就是interpretation and this interpretation was inspired 怎么样 我才听过一个翻译 它叫 同声传译 对 interpretation 你知道有些人 事实上有些人讲话 是需要翻译的 你听懂吗 是 有些人讲话很深 或者是很怎么样 或他很空灵 那种人 他讲了半天 我们可能全桌 没有人懂 他在讲些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来个翻译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讲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它就是详细了 就是进一步解释 更深深深的解释了 Yeah That's right Was inspired 说启发 说启发 被启发了 是吧 That's right Was inspired 这个字老外非常喜欢用 而且非常高大上 OK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我这个梅菜扣肉 我妈做的版本是那个 我做的版本上 中国人可能就这样讲 但是老外会用 Oh I was inspired by my mom OK 我是受到妈的启发 我才这样做的 OK 所以他写个书 穿个衣服 戴个耳环 都可以inspire 都可以被启发 所以这是一个很高大上的字 OK 是 非常漂亮 那刚才那个turn up 是出土是吧 没听懂 发觉 发掘 哦 挖掘 哦 挖掘 发掘 我们就是 考虑什么叫发掘 发现的发掘 就掘出来嘛 知道了 发掘出来了 turn up 这个监老师说的是 非常非常通俗易懂 turn up 就翻土翻出来了嘛 是吧 这个 这个说的非常非常直白 非常直白 也非常容易理解 所以我需要中文好一点的人 给我翻译一下 我中文也很差 所以turn up OK 简单的就是翻出来 turn up 找出来 这个turn up很多 比如说我最近把家里收拾一下 从我们家的阁楼里面 turn up OK 翻出来什么 旧衣服 旧鞋子 旧什么东西 可以用turn up 对不对 所以 那当然人家这个专业的这个 这个这个考古队啊 什么什么的 那我们就不用翻译 我们就说挖掘出来 OK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个stick out stick out 好 stick out 是什么东西啊 stick out 是一个东西平面 然后它凸出来了 stick 就凸出来 凸出来 stick out OK stick本身做名词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stick 还有那个粘贴嘛 就那个 是个棍子吧 是棍子 no 是个棍子 也可以说粘stick OK 然后也可以说是戳人家 stick 用手指头stick 戳一个人 OK 反正它就是一个像棍子一样的东西 如果做名词的话 如果它做动词的时候 就是指这个东西 在平面上面凸起来了 OK 或者是你去贴什么东西 都可以 或者是stick 也可以说是插入 插入 比如说我们这个蛋糕里面 现在要插三根蜡烛 stick into 就可以用stick这个字 OK 但是stick out呢 不是stick into 是stick out呢 你就可以想见 它是凸出来的 OK 好 所以指的就是这些 那些诗歌呢 诗歌呢 它有几个特点 OK 有一个关键的特点 是突出的 当你读它的时候 在读整个旧约 特别是什么 as a p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在你读整个的旧约 圣经里的时候 这个作为一个旧约 圣经的一部分 也就是当你跟它 把很多旧约 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感受到了 它这个雅歌本身 是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一个关键的特点 会突出来 会受到你的注意 这个叫stick out 还有我刚刚举问 就是一个人 走进银行的时候 他口袋里 凸起来一个东西 他手又插在口袋里 这时候会让警卫非常紧张 这个人会被武器 放在口袋里 take right 凸出来 这个stick out 是指的从里面凸出来 stick in 是从外面 对进去 戳进去 戳进去 这意思 是的 比如说有一个人 里面戴一个项链 他这个项链的形状 可能比较特别 他穿一个薄的衣服的时候 就有感觉 好像凸出来的感觉 就stick out right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讲的是 从里面凸出来 对吧 Right stick out 凸出 突出 这个地方 其实不管里面外面 这个地方就是指他的 那个关键的特点 是突出的 当你跟所有这些 旧约的圣经 他作为旧约圣经的一部分 你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在读他们的时候 你就感受到了 他有一个关键的特点 是突出的 就是这个时候 是一个比喻 所以你不用管他里面突出 或者是外面 反正就是 他是突出的 他跟人家不一样的 嗯 明白了 嗯哼 哎呀 谢谢 老师他这个突出是他表现的好吗 还是就 就张 就突出那么小 是什么意思 是突出来了 就像东西 已经长到一块 OK 他是feature feature通常是特点 特点就是指他跟人家不一样 OK 比如说我们一群人站在这 哎 有一个人是大爆牙 那个人就是他的feature 他脸上的特点就是有个大爆牙 right 这个就是feature 让人家很容易认出来他 好 我问一下讲到了6.08了吗 我们今天讲到Old Testament这里 6.05吧 算6.05 那个上面有一个 跟这个6.08都有一个imagery 因为刚才我都没听到 imagery什么意思啊 imagery是一个图画 就是一个画面或者是一个图像 叫imagery 它不是想象 它是指imagery是一个图画 那个画面 比如说写诗歌的时候那种 那种画面感 同样的画面 可能在那个地方别的诗里头也写出来 比如说我们雅歌里头 不是有写那种啊 这个在花园里面啊 找来找去 哎呀又找不到了 反正一下他俩又分开了 又找不到了 又要再去找 是吧 OK 那画面 名词 名词 谢谢 对 同期在别的地方 人家别的诗歌也这样写 没事也找来找去 OK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情诗是非常少的 并不很多 那个量是很少 而且中国人的 因为我们古代的中国人是含蓄啊 我们现在都不含蓄了 古时候的人是很含蓄的 所以他们写的东西都是 非常隐晦 你就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OK 一下讲月亮 一下看到月亮 想到我的心 我对你的想念 我吃一盘菜 可以想念你什么东西 看到一朵花 想到它是非常隐藏的非常深的 不是像这个中东的民族 以色列的东西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OK 大家辛苦了 然后 谢谢老师 老师 辛苦了 谢谢老师 后面有的是辛苦了 谢谢老师